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崖山海战过后 南宋势力彻底灭亡 华夏文明从此陨落 最后就有了崖山之后吴中国的说法 首先我们要找到这句话是谁说的 它的动机又是什么 这句话并非汉人字数 而是日本人的发明 很多人认为是提出了唐宋变革了内藤湖南说的 其实不然 内藤湖南原明清三个朝代的评价并不低 崖山之后吴中国 这种说法兴起于二战时期 目的在于混淆概念 日本人认为自己的地位跟蒙古和满族相当 通过确立原清的合法地位 来为日本侵略中国找合法先例 这才是消磨中国人民抵抗意志的方法 蒙古人跟满族人都是中国人 元朝跟清朝都是中国王朝 所以这两个时期 中国根本没有灭亡 如果中国被日本占有 这才是真正的亡国 所以说中国一直存在 也不可能灭亡 所谓崖山之后吴中国的说法就是谣言 但是网上很多人还在鼓吹这个概念 我想这些人应该认清历史事实 就不说元朝跟清朝 大明王朝三百一十五年 不和亲 不赔款 不义和 不割地 不纳共 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 我想中国历史上 不可能找到第二个这样的朝代 所以请大家理性看待历史 每个朝代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如果没有那些朝代 我想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国 返回搜狗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